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看新闻 11月8号晚,市民导薄熙来、王洪举、陈光国、邢渊明等和四十个区县的党政一把手开了一场别开生命的红歌联欢会 薄熙来说,60周年庆典过去一周了,大家心中仍然激情澎湃 今晚,我们欢聚一堂唱红歌,祝福母亲六十华诞,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联欢会议开始,主城九区的书记区长唱了一首《团结就是力量》 于东南书记县长紧接着上台,一首《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还不尽兴》 又合唱土家族民歌《黄洋扁担》 来自库区的书记县长们的一曲《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激情四射 一圈的其他曲线结成一个组合,唱着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熊啾啾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曲线同志唱得很带劲,干事创业就要有这个精神头 博书记又点将,53岁以上的同志都上来和我一起上台唱一个 他提议合唱《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阿阿弥陪卡收集中,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风水一达,阿弥陀佛天安地宫 阿弥陀佛,永远亭陀佛在山顶 我们再唱一首《世界是你们的》送给在座的年轻人 薄熙来说,毛主席曾说过,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 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唱完一曲,薄熙来又建议,让我们新老同志一起再唱一首《共产主义接班人》 几首歌唱完,联欢会变成了拉歌会 邢渊敏带领女同志合唱《南泥湾》《洪湖水浪打浪》 薄熙来、王洪举、张轩和四十个区县委书记组成了书记队 薄熙来说,书记都要当好党的兵、人民的兵,我们要唱《我是一个兵》 曲县长们在王洪举、黄其帆、马正旗带领下组成了行政主官队 演唱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洪举市长起头唱道《向前、向前、向前》 市委部门的同志在何世忠、徐敬业、范兆斌、陈存根的代理下合唱起《共产党人好比种子》 拉歌告一段落,大家齐唱《我和我的祖国》 薄熙来还向大家推荐《共和国之恋》有两句词写得特别好,每次唱起来都令人动容 纵然是七风苦雨,我也不会离你而去,当世界向你微笑,我就在你的泪光里 洪歌会见息,薄熙来和区县领导聊起了工作 他说,去年市委提出了五个重庆建设,各个区县工作抓得很紧,推进很快 以森林重庆建设为例,市区县两集一年干了几年的活儿 各个区县都动了不少心思,下了大力气 组织千军万马,上山众树 重庆的发展变化,凝聚着区县同志的智慧和汗水 希望大家提振精气神,再鼓一把劲,让工作再上新台阶,不辜负全市人民的厚望 红歌会上,区县的党政一把手还得到了两份特别的礼物 一份是国庆60周年庆典首日风,由薄熙来、王洪举、陈光国、邢元敏签名后送给大家,作为祖国生日的纪念 另一份是市委市政府定制由重庆雕塑家制作的焦裕露和王晋喜的小同像 薄熙来说,焦裕露是领导干部的楷模、人民的好公仆、县委书记的好榜样 他忍着剧烈的肝痛,带领群众苦干,直到以身殉职 希望县委书记都以焦裕露为榜样,津津业业,鞠躬尽瘁,永远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 铁人王晋喜有句著名的话,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在冰天雪地中,他带头跳进泥浆池,用身体当搅拌机,可谓是和平年代的黄继光邱少云 区县长们要像铁人一样,不怕吃苦,关键时刻冲得上去,成为群众幸福的干部 希望咱重庆多出一些焦裕露王晋喜事的领导干部 以及随便当ó述的王晋喜事的领导 使并听到官方还是十分之一样